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的小童 红烧豆腐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经典美食 不过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饭店总厨世事人的经验和好吃的做法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红烧豆腐鲜香嫩滑比麻婆豆腐还好吃 而且营养也非常丰富,无论是家里的大人小孩都超级爱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3块钱的嫩豆腐 这种豆腐口感非常的细腻嫩滑 特别适合做红烧豆腐,首先我们给豆腐横着改一下刀 改刀以后再把豆腐切成2公分的条 然后把豆腐转过来改刀切成小方块 块也不要切得太大,大小适中即可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2块钱的里脊肉也可以用五花肉 先切成薄片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肉丁 切好后装入碗中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小块生姜,切成丝后再改刀切成姜末 几拌大蒜先切成片再将它剁碎 这里蒜末和姜末我们尽量都要给它剁碎一些 那么吃起来香味也会更浓 剁好后装入盘中放一边备用 准备适量的线椒和小米椒,把它们切成圈 如果不喜欢吃小米椒的,这里也可以不放 切好后放进装姜蒜末的盘里 最后准备几根青蒜 斜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放一边备用 下面锅中烧水,水烧开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把切好的韧豆腐下入锅中给它焯一下水 像这样焯过水的豆腐既能去除豆腥味 又能使豆腐不容易破碎 豆腐煮至一分钟左右 再将它控水捞出,装入盘中放一边备用 另起锅,锅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和一勺猪油 下入切好的肉末,把肉末煸炒出香味 在煸炒肉末时,锅要热,油温要高一些 肉末炒熟炒香后,下入青红辣椒和姜蒜末 继续煸炒,把姜蒜和青红辣椒炒香 炒香后,在原锅边烹入一勺料酒去腥 调味加入一勺食盐,一勺蚝油和一勺生抽提鲜 再加入一丢丢老抽上色,半勺胡椒蒸香 最后倒入傍晚清水,把焯好水的豆腐也一起倒进来 豆腐倒进来后,再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 让调味料化开 这时候,转中火,我们给它慢慢的煮 煮了约五分钟后,里面的汤汁也差不多了 再下入我们提前切好的清蒜 接着,我们分两次加入水淀粉,给它勾个芡 像这样慢慢的加入水淀粉,可以让汤汁更加的浓稠 而且里面的调味料也能够均匀的附煮在豆腐上 最后,一直把豆腐煮至像这样粘稠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这道非常好吃的红烧豆腐就做好了 出锅后,再撒上适量的葱花,增加它的整体香味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红烧豆腐,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起来也特别的香 里面的豆腐也是吸足了汤汁,非常的入味,滑嫩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做做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记得点赞加评论关注转发哦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